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陈龙 王毅律 黄东平 其中 王毅律 黄东平在混双项目上是夺冠热门 至于陈龙 作为老将 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不出意外 征战完明年的亚运会 陈龙就会退役了 职业生涯 陈龙集起了奥运会基因铜牌 如今 陈宇飞也退出羽毛球世锦赛 不算意外 东京奥运会和全运会上 陈宇飞都拿到了冠军 表现非常出色 并且在苏迪曼杯和尤博杯上 陈宇飞也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长期作战 陈宇飞也需要休息 这是他退赛的最主要原因 有一个细节 在东京奥运会上夺金后 陈宇飞一直没回家 直到最近 陈宇飞才回到家乡 这也是他今年以来第一次回家 因此 陈宇飞的目标不是在世锦赛上夺金 而是对明年杭州亚运会充满期待 陈宇飞很激动 希望有一个好的表现 也就是说 国瑜已经有四大奥运冠军先后退出世锦赛 分别是陈龙 王毅律 黄东平 陈宇飞 从实力来看 五个单项 国瑜将冲击两个冠军 分别是女双和混双 女双方面 陈清晨 贾亦凡实力很强 他们希望弥补奥运会上的遗憾 混双方面 正思维 黄亚琼的目标是冲击三连冠 2018年和2019年的两届世锦赛 正思维 黄亚琼都是混双冠军 本次世锦赛 国瑜将以锻炼新人为主 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将于12月12日至19日 在西班牙维尔瓦举行